要孝顺月 所以各位要 这个月不能吃肉 这个月不能喝酒 因为这个月是为了 不是光这一世 过去世 过去世 像各位这辈子住在英国 你过去一定有英国的爸爸妈妈在这边 你过去轮回一定在英国过 所以你又回来了 所以那你要努力的 回向给过去的爸爸妈妈 现在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叫妻子父母 妻就代表无量无边的意思 我们不是光这一辈子的爸爸妈妈 所以整个农历七月份 我们叫报恩月 孝顺月 整个农历七月份都在孝顺 报恩 所以农历七月份要吃灾 不但吃灾多做好事 诵经 念地藏经 帮助老人 这个叫这个月份是拿来孝顺的 所以中国人把农历七月份 它鬼月 为什么叫鬼月 如果父母还没超度 他会很苦 他会来拜托你的 就好像有鬼一样 而且如果农历七月份你去吃喝嫖赌 那是造最大的恶业 你就会碰到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他们叫鬼月 鬼月这个意思 那事实上应该用正面的去讲 正面的说 哎呀 这些累携的爸爸妈妈 往生的厉害祖先 他们希望他们都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所以我守道德的生活 戒律的生活 身体这三项 再念这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很多佛教徒农历七月份夫妻不一起睡觉的 因为七月份守灾戒月 就像为爸爸妈妈守孝一样 就尽量捡到最低 那至少男人不要随便 什么叫邪淫 就是搞外遇的不行 男人对不起太太 反正这好像正常 这华人好像正常 事实上将来的果报很可怕 会下那种邪淫的地狱 然后生生世世不管你投胎做什么 你就会感情很痛苦 或是被强暴 或是感情被欺负很痛苦 甚至你的儿女感情会很痛苦 让你更痛苦 因为你所做的会影响你周围的人 所以身体啊 刚才讲我们做道德身体 这三条才被词 不杀害生命 不偷盗财物 不破坏家庭 就不要邪淫 那嘴巴也要羞 念一下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背后讲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就是佛教讲了 不妄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奇语 嘴巴要修行 所以除了这个修这个 那各位开始你的嘴巴 开始要讲好话 故意讲好话 你们说我不骂人 我不要讲话就好了 那你没有功德 你不但不骂人 你还要称赞别人 各位要学习赞叹别人 修行最大的改变 就是什么 来 尊重对方 赞叹对方 报对方的恩 这是佛教最大的 最大的修行就是感恩一切 所以为什么强调孝顺 除了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众生 包括天上飞的一只鸟 河里面的鱼 都是做过我们爸爸妈妈的 这就是佛教的思想 念一下 众生对我们都有恩 众生都是父母 这就是说要普度众生 那我想各位对爸爸妈妈讲话 一定要温柔客气 让对方快乐 你要开始练习 我发现现代人很厉害 对老板 对老婆 你可以讲好话 你为什么要 真正对你好是你老婆 不是你老板 因为各位男人 俱作 女人主财 欺负女人的男人 一定很穷的 没裤子穿的 但是你这个女人天天抱怨 你老公会很惨的 因为女人主财 所以女人要天天哭抱怨 老公就是穷 家里不富贵 我认识很多很多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们有个共同的习惯 那个女人都静静的 这样 微笑静静的 怪不得老公发财 女人太厉害 老公很惨 因为女人主财 所以为了如此 你要改变你自己 当然做先生就不要欺负太太 做太太懂得忍辱 微笑 所以不讲坏话 那你的老公就会发财 要不要发财啊 等一下 有钱真好 昨天我去百货公司 我去买毛巾 我才知道 有钱真好 因为他们买了那些厨具啊 那些都是高贵的东西 衣服啊 我都看那些人 有钱人 有钱人 买的东西很高贵 很好 没钱人呢 没钱人就坐在那边赶瞪眼 所以这个有钱没钱 也是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念一下 个性改变 命运就改变 所以各位不要再抱怨 不要再骂人了 不要再说人家是非 特别农历七月份 我想一个人对爸爸妈妈讲话 大声小声 这个人就很没有福报 所以农历七月份 你碰到的人 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要这样想 赞叹他 尊敬他 谢谢他 感恩他 所以对每个人都要如此 我们这两天 睡在酒店 这几天 我们天天在外面跑的人 看到服务生 谢谢你啊 送给他礼物啊 送给他小费啊 就是这样 尽量 像我们住房间 尽量把它弄干净 不用整理 我自己弄就好 小费我给 那我自己弄 所以我永远都挂个牌子 不用整理 最后一天 我还是会 把小费送礼物给他的 因为尽量 尽量感谢对方 尽量不让对方麻烦 如果对方的麻烦 我们一定要送礼物啊 送钱啊 感谢他 不要认为说 反正我交钱了 反正我可以乱丢 那你就损福报 那各位我想这个叫修行 修行也是一种人格的修养 不离开身体 嘴巴 心态 所以身体这三条在被子 不杀生 好不好 这辈子不要杀 有些人说 那我做医生总可以杀吧 我把老鼠解剖 我是为了研究 研究以后医很多人 问题是对老鼠很不公平 没有给他打麻醉机 解剖 给他试试看 痛不痛 会不会叫 哪一天变成你做老鼠 那你会恨死 所以你怎么样对待自己 要怎么样对待其他生命 你不希望你的儿子 稍微被开刀 你就受不了了 你去把那只老鼠扒皮 你把龙虾 这样活活的烤 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各位要不杀生 还要多放生吃素 不偷盗 还要多布施帮助穷人 不携淫 各位多修清净的行为 不要有男女的欲望 减到最低了 嘴巴这四条 念一下 不骗人 多讲老实话 不骂人 讲柔软的语言 不背后说是非 多说对方的优点 不讲没意义的话 只想讲帮助对方的话 这是修行 身体跟嘴巴 心里有三条 佛陀说了 来 不贪心令色 不生气骂人 就不要称慧 不愚痴邪见 所以不贪心 还要多补食 不生气 还要多忍辱慈悲 不邪见 还要相信因果 研究佛法 这个叫 身口意 使善业 要这样修 特别龙历七月份 并不是说 我有钱出功德 有钱 有有钱的福报 但是修行呢 是来自于 念一下 守戒律 控制自己 调伏自己 身口意 修十三页 不照十二页 那这一点各位 我讲得比较仔细 希望大家背下来 背下来 你要开始修行 嘴巴要讲 忍 要这样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要骂人很容易的 因为随时有缺点让你骂 但是各位就忍一下 忍一下 所以就像天主基督教 我看那些神父 都会在嘴巴画十字架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我讲话之前 有神的加持 有上帝的加持 所以像我要讲话 我都会在车上念 Ombe de Mabduba baya soha 就是 观音菩萨 坐在我的喉咙 讲出来的话 是对别人有帮助 是慈悲的 我才要讲 要慢慢练习 但是你要练习这个 首先你要学习控制这个 控制这个 也要求观音菩萨加持 希望你讲的话 叫舌颤莲花 对别人 有帮助 希望你身体的行为 成为别人的模范 所以希望你的心态 所以一个好心的人 你跟他接触 你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他是一个好心 善心的人 一个坏心的人 大家会很怕 好 所以各位呢 每次合掌 你都要背 要背 这个十根手指头 代表十个行为 再念一次来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骂人 不两舌 不骑鱼 不贪心 不称慧 不愚痴 不邪淫 守五戒 修十善业 守五戒就是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喝酒是一种浪漫 它会让你一致薄弱 一致薄弱 你就不容易专心 控制不了 所以喝酒以后 讲话会大声一点 跳舞会跳了起来 控制不了 所以酒就麻痹你的神经 那修行人 他就是要专心 禅定 禅 禅就是你能够 控制你的心 不会随便 被境界影响 不然有些人杀人 骂人 就是因为他生气 受不了 把对方给砍了 杀了骂了对方 因为你掌握不了你的心 所以佛教里面 他在为了保护我们的心 忌讳 我们不能喝酒 所以 这一点守五戒 在辈子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喝酒 包括抽烟 吸毒 昨天我们去浑墨区 就杀杀的 闻到大麻的味道 原来 有些年轻人会藏在里面 看到我们来不好意思 那我就闭得炎炎的 当做没看到 当做没闻到 这样不要给人家痛苦 希望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哪一天找到真正的快乐 这样而已 回向给他们 但是也知道现在年轻人 没办法 压力太大 想要放松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呢 这个压力太大 也是个问题 不要要求太高 就没有压力 修行要 念一下 随缘 自在 这个自在的意思代表你 你有智慧就会自在 所以这个世间 请各位记住 一切存在都会变化 无法主宰 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存在 是永远不变的 一切都是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佛陀要告诉我们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每天运动就会健康 我对我老公很好 他就会对你很好 不一定的 因为这里面有 有因缘果报 有上辈子的 过去式的 一直在影响你 所以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命运不一样 这因为基因不一样 DNA 这个基因就是 你过去式的 身口一照做的业不一样 业力不一样 所以命运不公平的 有些人天生唱歌很好听 还可以用唱歌赚钱 有些人能力很强 做到很高的位置 那为什么你能力不强 为什么你唱歌不好听 因为爱骂人的声音不好听 所以你制造 你曾经讲话很大声去骂到你的爸爸妈妈 那你就会很痛苦 很容易咳嗽 很容易讲话很难听 那你一辈子改不掉 那为什么会哑巴你知道吗 亲口骂到父母 亲口 为什么手脚会断掉呢 你的手脚成功力打过爸爸妈妈 对你有恩的 生生世世断手 所以有些人很可怜 为什么生下来一辈子残废 家里很有钱 残废 因为他用他的脚 去伤害到 不该伤害到对象 所以各位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世界上 对你最有恩的 如果你故意去伤害到对方 你嘴巴 讲的话 让你爸爸妈妈听得很难过 然后你生生世世 讲话不好听 口才不好 而且讲话人家会讨厌你 你出声音人家就讨厌你 因为你去骂爸爸妈妈的 那个夜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这很恐怖 跟了几百世都会跟着你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说 来 贡花的人脸漂亮 爱笑的人脸漂亮 修忍辱不生气的人 脸漂亮 到底要漂亮还是要丑 那你自己要选吧 那你要开始改变你自己 不生气 多微笑 多贡花 那你的脸漂亮 要不要长得高一点 还是你喜欢爱爱的 为什么一个人高 来 尊敬别人 谦虚的人 多拜佛的人 拜祖先的人 尊重别人的人 身材高大 就很简单 消除骄傲的人 身材高大 那所以你的行为 不管你身体原行为 一直在制造你自己 生的环境 所以身材 智慧 有钱没钱 好不好 每个人都是自己 命运的主宰 那佛陀要有这个智慧 告诉我们 如何改变自己 这个叫修行 但是第二种修行 是什么 除了外表漂亮 健康有钱 还要有一颗智慧的心 我们叫空性 禅 没烦恼的心 那这个各位就要开始打坐 听佛法 按照佛法去思维 像各位都会念 来 般若心经 般若就是一种 看到真相 虽然它是花 但是它会变化 无常会烂掉的 花 不离开这些碳水化物 这些种种的元素 所以花 只是暂时存在 没有永恒不变的花 花等于空性 这个地球也是空性 这个炼珠 这个身体 这个桌子 这个房子 像这个房子 你一直给它分析 这个叫智慧 它是钢筋水泥变的 这个房子过去 可能不是少林寺 搞不好是仓库 对不对 换个名字 将来可能拆掉 将来可能重盖 所以 只是 就像一个 一个瓷器 你给它做成花瓶 它叫花瓶 你给它做成马桶 它叫马桶 你给它做成杯子 它叫杯子 但是 它的本体 就是这些水土化合物 烧成的 所以 杯子也好 马桶也好 花瓶也好 它的本体 都是 种种原因条件组合的 所以它里面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叫花瓶 这样你去分析 所以 这个水 它现在是水 水蒸发 变成水蒸气 变成云 然后云会变成下雨 然后温度低 会变成霜 变成雪 所以水 它的本体 是空性的 空不是没有 空是 它只是这些 因缘暂时组合的 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讲这个又要睡觉了 意思是说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思维 你才不会卡到那一点 现在你干嘛骂我 我脾气不好 你干嘛骂我 因为你执着 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念一下 照见五蕴皆空 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我这个我是由这个 会变化的肉体 跟会改变的感受 思想 行为 这些意志组合起来 叫色受想行事 这个色受想行事 身心里面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 不变的我 所以你骂谁啊 我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也没有一个你在被我爱 如果你有这个空性 那你就没有烦恼 所以刚刚讲的第一段 叫我们守纪律 多布施 那你会有世间的福报 有钱啊 漂亮啊 升天啊 这个叫世间的福报 但是你要达到究竟的解脱 就像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没贪生辞 乃至我们大乘佛教 念一下 正入空性 无我的智慧 那各位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 但是你要达到无我的 禅的智慧 没烦恼 背一下 有智慧 则没烦恼 对啊 那各位现在为什么会烦恼 没智慧 觉得我的身体生病了 我的爱情被欺负了 我的自尊 我的命运 事实上这个我根本不存在 这个我只是暂时存在了 这个我离开空气 离开太阳 离开英国人 离开中国人 离开卖鞋子 离开卖米的 根本没有我这个存在 就像这个花 它今天成为花 没有水 没有阳光 没有泥土 种种的因缘 它不存在 而且花现在这个存在是什么 来 暂时的存在 它只是暂时 它不会 除非它是塑胶了 还活久一点 但是我们喜欢新鲜的 但是塑胶的最后也是会 也是会救掉 也会被丢掉 把它融化掉 所以这个花 它只是一个暂时不永恒的存在 叫空性 不是花不存在 不能佛教授讲空性 无我 没有花的存在 无眼耳鼻舌神 也没有眼睛 你要把它挖掉 无眼耳鼻舌神 是我眼睛存在 但是我利用我的眼睛 去看经典 去看哪里受苦 而不做眼睛的奴隶 因为眼睛只是一个 暂时存在的工具 眼睛后面有一个分别意识 如果我后面这个分别意识 能够进化 那我就会变成观音菩萨的眼睛 不执着 像各位现在眼睛会执着 看到美女帅哥 多看两眼 因为眼睛执着 很想看这些东西 然后看到丑了 怎么那么痛苦 因为你眼睛没有空性 没有悲心 观音菩萨是训练 他的眼睛 看到的都是 你是我的妈妈 你将来可以成佛 而且你哪里受苦 我要什么帮助你 所以那各位这个叫修行 修行要把自己的眼睛 变观音菩萨的眼睛 自己的耳朵变成观音菩萨的耳朵 听闻哪里有受苦 而且听到真理 听佛法 所以你看达摩祖师 很喜欢挂个耳环 这个耳环代表什么 来 永远听佛法 这个耳环不是漂亮 你戴耳环干嘛 哪里知道 漂亮 他挂个耳环是永远在听阿弥陀佛 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法 用挂耳环来代表 但是世间人他认为这个耳环代表一种美一个女人一个漂亮 甚至男人戴耳环 听说左边右边还分呢 我是homo还是不是homo 所以各位你也不要去 他们就算一个同性念 他也可以成佛 同性念也可以修行 也可以离苦 只是他不方便出家 因为他这个身体 是男人还是女人 就搞不清楚 所以不适合出家 但可以修行 但是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有烦恼 你就要修行 而不要去满足那个烦恼 那就对了 所以什么叫修行 当你现在18岁 很想谈恋爱 好我不去谈 那就是开始修行了 你真的要谈恋爱吗 可以 找一个可怜的人帮助他 可以 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你爸爸妈妈逼你结婚 没办法 逼你结婚 那我要嫁给一个善良的人 会孝顺父母 那个是可以 那代表你有智慧 而不是对方对我很好 对方会讲笑话给我听 哪一天他也会讲给别人听 不讲给你听了 因为你以欲望为动机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所以一开始我们相信因果 持戒不失 会让你这辈子快乐 来世快乐 那你要得到解脱 你要有智慧 那有智慧呢 各位要花时间去思维 叫般若智慧 打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静静的 你在公园走路也可以 公园走路不要去想 怎么赚钱怎么赚钱 你要去想 我为什么会生气 我如何让自己自在 我怎么样帮助别人 那你要想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按照佛陀的想法 来改变你自己 这样 要闻思修 我们看经典听闻 然后把佛陀的道理去想 然后要真实改变自己的身心 叫修 从自私变成不自私 从会骂人变成不会骂人 叫修 所以 然后你要开始净化你的心 如何让自己的心 不会烦恼 不会生气 不会有欲望 因为你要知道 很痛苦 痛苦不是 不是别人给你们的 生命的敌人 最大的仇人 在你心里 那就是你的 迷惑烦恼 就是你生起来的 贪心 称恨 愚痴 傲慢 嫉妒 邪贱 这些东西 这些烦恼 这叫魔鬼 所以我们叫烦恼魔 它会伤害你 因为有这个烦恼 那你的身口意 就会去造业 然后你就不断的痛苦轮回 所以各位现在开始修行了 来少林寺 少林寺是达摩祖师的 禅的传承 只可惜现在流行这样 这叫身体的禅 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 心里的 由心里表现出来身体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在打少林犬 什么意思 煮素食给人家吃 各位去老人院 照顾独居老人 各位去河边 不吃食物 这个才叫少林犬 这种行为 行为 嘴巴 刚才讲了 不骂人 不骗人 讲这些道理给人家听 劝别人做好事 要唱歌 可以 唱佛歌 唱一些道德的歌曲 三世因果歌 不要唱人家越唱 越想自杀的歌 心情很不好 你又给我唱这个 因为现在大部分是情歌 各位 爱情是快乐还痛苦 想清楚 你会说痛苦叫有一点智慧 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智慧 超越痛苦才是最高的智慧 如何把爱情 用这个情去关心任何一个人 而不是执着的情 不执着的爱情 那是一种慈悲 所以你去爱压制 爱病人 爱老人 这样来改变自己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晚课 晚课